主動這麼多年 我剛剛聽了你講一下 包含你一開始的前兩年 1990年 那時候第一次的慘痛經驗 然後到後來金融海嘯 當然還有疫情等等 碰到這麼多次的一個輪動 這麼大壓力 你平常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抒發您的壓力 我想我個人的狀況 就是我禮拜六禮拜天 當然一定會有壓力 儘量不要去想這些 公務上的事情 有辦法真的切開 我覺得我可以 但你一定要找些事情做 比如說我覺得 也許我去爬爬山 對不對 也許去打打球 你知道儘量不要去找這事情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不管是怎麼樣 年輕人很重要 不要宅在家裡 不要宅在家裡 宅在家 一定要讓你的生活領域 比較寬廣一點 即使去打打麻將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 當然不能沉溺在裡面 不能去賭小玩 我覺得OK 另外我覺得野外 是一個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覺得爬山 打球 各方面只要是室外的活動 而且找一群很好的朋友 因為你單獨的行動 你有時候興趣會 會興趣缺缺 但是有一票的朋友 陪你一起做 這樣子的活動的話 我覺得你自然會 養成一個習慣 你能夠把你過去 至少在禮拜六 禮拜天 把相關的一些壓力忘掉 當然到禮拜一 重新回到職場的時候 你再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不要宅在家裡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是您後來 就是你現在當然 你所領悟到的一個心得 可以這麼做 但我相信一開始 您出社會的時候 可能也碰過很焦急 很焦慮的時候 那個時候您怎麼排解 我覺得盡量 事實上我也做過經紀人 你知道經紀人事實上 有時候操作不是那麼順 你沒有抓到主流股 我印象中 我那時候做經紀人你知道 那個時候在 沒有抓到主流股 所以說那個時候想 要不要去換股 換股的情況之下 有種可能真的換對了 有種是挨巴掌 我換過去之後 這個族群又開始下來 我換掉那個族群 又開始起來 所以你一直在掙扎 要不要做這個動作 我記得我大概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概早上五點鐘 我就醒來 一直在想 我今天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你知道 當到了公司的時候 因為看到盤子變化的時候 又在煩惱說 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整整搞了大概兩三個禮拜 你知道 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慢慢開始我就說 我還是要盡量把自己 因為這樣子下去不是辦法 這是真的 有時候我去爬山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平地 工作上等等 你會有很多煩惱 但是到山上 因為山上它會有很多地形 或是說天氣上面不可控的因素 有時候立即的那一些回過頭來 你就會覺得這都是小事 而且你會好的狀況之下 會慢慢移轉你的注意力 至少在某個時間 也會舒緩你的情緒 如果你看從禮拜一上到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再去想公事 那些壓力一直在的話 我覺得人生會非常辛苦 對 會非常辛苦 你剛剛一直強調壓力這麼大 但是您一直都在 三十多年了 我相信這個工作 應該也帶給您很多樂趣吧 你有後悔過嗎 我想沒有 沒有 但是說在我們在這個行業 有些困擾 困擾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在從事這個行業 大家都以為我們有很多的內線消息 所以你看我們在碰到任何的聚會 碰到同學會 大家都問你說 什麼股票可以投資 但你要知道 我今天跟人家講了之後 我就要負責 但是我不講 人家會以為說 你都是很小氣 不願意分享投資資訊 另外就是說 你如果不講代表說你根本不行 你從這行業 連基本上能夠投資股票都不知道 所以對我們而言我們一定要想出一些股票 要提供給我們周邊的人 我們也樂於分享 對 市場股票市場錢那麼多 我當然希望找些好股票 讓周標人賺錢 但是問題在於有些資訊 改變得太多了 對 計畫趕不上變化 我印象中有一次參加一個 類似一個聚會 都是好朋友 大家問我什麼股票可以投資 我當時想到了前兩天我有一個研究員 跟我講了一檔不錯的股票 他跟我講說這股票真的不錯 他經過拜訪之後覺得這家公司還不錯 那自然而然的我就跟大家分享 這公司不錯 我們研究員經過研究之後 絕對可以投資 應該賺錢機會很大 但是等著過了三四天 我研究員忽然跟我講說 當然我跟你講 最近我去 這個消息有點改變了 這家公司可能最近有一些小的狀況 那我晚上就睡不著覺 完蛋要趕快通資 我還想說我那天 到底跟誰講了這些股票 我要去跟人家去講這個 update這個資訊 但是很難你知道 我剛剛跟人家講了 馬上又去自己打臉 那個真的非常痛苦 所以有時候你分享完之後 你可以帶進 但你很難帶他出 沒錯 那我們當然希望 我們周遭人能夠賺錢 但是通常我跟你講 股票市場變化 真的太多了 計畫趕不上變化 所以我們真的是 有時候會面臨這個問題 怕報錯的股票 搞不好以後同學會 都不讓我們參加 所以大家聽到了嗎 以後遇到楚董 千萬不要問他這個進計畫 沒有 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這個 分享我們這個研究的資訊 但是大家還是量力而為 如果真的不準 大家還是要包含一下 但是我們 我們還是以我們 最佳的資訊 最好的資訊 提供給我們周遭的人 對 這一定是盡力 我還提到一點 讓周遭人賺錢 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也跟我的研究員講 你們扮演是一個什麼 財神爺的角色 如果你的資訊掌握很好 你可以讓你周遭的人 都能夠賺到錢 你想想看 你會增加非常多的資訊源 對 你知道 而且你的人員會變得非常好 這是相關的 對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努力去研究 找好的資訊 你如果不夠努力 你可能報告人家的資訊不好 你不是財神爺 你是讓他賠錢那個人 一來一往之中 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行業 真的有苦有甜 但就看你是不是真的 能夠提供很好的資訊 但是背後 真的要經過一番的努力 很重要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楚董 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楚董有講 其實很多事情是天時地利人和 但很重要 他一再強調 一定要夠努力 你得花很多心思去研究 才有辦法成為最後相對的贏家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楚董 好 謝謝 好 決策者 我們下回見